欢迎收看大历史讲堂第97集 我是蔡正元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康熙时代的水利建设 就是因为清政府开始 积极的统治台湾岛 鼓励了很多从福建带来的资金 带来的技术 带来的人力 大举的开发台湾岛 要形成很多的农田跟粮食生产的基地 但是要开垦农田 达成了所谓水稻生产的基地 就一定要有灌溉的工程 那这些灌溉用的水利工程 是开凿田地最重要的投资 然后在清政府时代 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 有八项 有八大水利工程 其中有四项 是在康熙时代开凿的 我们就称作四大古镇 因为当时台湾喜欢把灌溉用的大水沟 称作水镇 那会形成一个很绵密的 像血管一样的把水引到了各处的田地 让各处的田地能够种植水稻或其他的农作物 这个康熙时期 就是在台湾岛的中部跟南部 就开凿了四大古镇 这四大古镇是称作彰化地区的八宝镇 还有新竹地区的龙恩镇 嘉义地区的道匠镇 还有屏东地区的艾辽镇 这合称四大古镇 到了乾隆时代 在台北地区 郭席柳开凿的柳宫镇 还有林秀镇开凿的大安镇 那么张世襄开凿的厚春镇 那另外的就是道光时期 曹景 这个曹景是一个支县 在南部地区 就是主要讲的是高雄地区 开凿的曹宫镇 那这个是所谓的康熙乾隆 跟道光时代开凿的八大水利工程 这八大水利工程 前面康熙时代的 我们称作古镇 四大古镇 当然其他中小型灌溉的水镇更多 这些清代的水镇的网络 就是使得台湾岛从荒野变成田园 在发展出乡镇市级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来谈八宝镇 八宝镇开凿者叫施士榜 施士榜是在正经的时代就出生 在乾隆的时代去世 施士榜是跟他的父亲施奇炳 在1693年西代巨资 很多钱很多资本 从福建移居到台湾 然后招来了很多的私性的族人 跟他的福建的乡亲 就到台南凤山一带的自残 他先到台南跟凤山一带 那经营浙塘跟稻米的买卖事业 那现在高平溪的沿岸呢 就开垦了田园有三千甲 到了1701年啊 他就担任了垦首 然后取得垦兆 招募了很多中国的移民啊 到彰化开垦 就成为彰化陆港地区的大地主 同时呢这个经营唐叶 鱼虾养殖业 他的事业呢 以这个一个商号 这个商号叫施长林商号 因为当时的福建来台湾开垦的人 很喜欢用自己的姓 再取一个名字来做商号的名字 但这个商号的名字呢 通常不是他本人的名字 所以他叫施长林商号 这个施长林商号 很多人就把它跟施氏榜的本名混在一起 用施长林来称呼施氏榜 那这个是一个混淆 施长林是个商号的名字 施氏榜啊 当时他发现 左水溪的落差很大 就是从上游很高到下游很低 所以水流就非常的穿急 那雨季呢很自然的泛滥成灾 那到了旱季呢又无水可以灌溉 因为雨季的时候上游的水啊 因为水位落差过大 从山地冲下来很快就冲到台湾海峡 到了旱季上游没有水啦 那只要有雨水又很容易流到台湾海峡 没有办法把水保留住 所以就旱季也没有水可以灌溉 雨季就经常变成洪水淹没田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1709年 这个施氏榜啊 就开始从丙宰头 丙宰头是哪里呢 就是现在的脏化的恶水 找到一个镇头 就是水镇的镇头 它取水的地方 然后开始挖掘渠道 来建造水镇 然后引用什么 左水溪的溪水啦 灌溉农田 来解决旱季灌溉的问题 此后十年间啊 就陆续啊 盖成了很多大型的皮菌 皮呢就是池塘 镇就是什么 就是水稻 灌溉的彰化 大概有一万两千余甲的田地 那么因为流经啊 八个开垦的宝界 清代啦为了要适应开垦的需求 那就会把很多的行政区域呢 在县底下画了很多的宝 那个宝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所讲的 现在的乡或镇 但是在清代称作宝 那这个因为水稻啊 经过有八个宝 那所以称作八宝镇 是这样来的 那其中呢 有五千多甲的土地呢 是属于私事榜所有 因为他开垦的时候 要用到人家的土地 或者用到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水稻经过了很多的田地呢 那是属于原住民的原住民分走 属于其他的汉族共同开垦的人就分走 但是这一万两千多甲田地 主要开垦水稻的资本是私事榜所出的 所以他分到了五千甲的土地 八宝镇呢 在1719年完工 可以说是台湾岛史上 第一条大型水利工程 有人现在在歌颂迦南大镇 但是迦南大镇比起八宝镇来讲 他的开垦的难易度呢 差距非常大 八宝镇的贡献跟功劳远大于迦南大镇 刚开凿镇道的时候也相当的艰难 碰到很多困难 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个叫林先生的 他不愿意告诉私事榜他叫什么名字 只因为他姓林 所以他就被称作林先生 那就帮私事榜设计一种霸龙 那就是什么叫霸龙呢 就是用藤竹编成一个圆锥形的藤龙 就是形成一个竹藤的藤龙 然后藤龙里面呢 塞了很多西边的石头 然后把它类置在河道上面 把它摆在河道上面 那雨季的时候 有了这个霸龙 因为可以保护了正道 所以震道不会被洪水冲回 旱季的时候又可以饮水入震 因为这个所谓藤龙 它有引导雨水的作用 这个林先生设计的霸龙 相当的成功 可是林先生不愿意告诉他的真名 而且又拒绝接受私事榜的报酬 所以私事榜在彰化恶水取水的时候 这个就盖了一个在林先生庙 以之纪念 到现在林先生庙 还在彰化的恶水 因为这个八个宝 这个地界界线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一个 乡镇的一个辖区 不过跟现在的辖区呢 有很大的差别 那这个八个宝是这样子的 东罗东宝 东罗西宝 然后有武东宝 然后武西宝 燕雾上宝 燕雾下宝 还有县东宝 跟马之上宝 等八个宝 那这个八个宝的地方大概这样 比如说东罗东宝 是包括彰化的恶水 永静 田中 田尾 东罗西宝 包括了 那 逼头 西州 北斗 然后武东宝 包括社头 田中 园林 武西宝 包括园林 西湖 田尾 燕雾上宝 包括现在的花坛 秀水 燕雾下宝 包括现在的大村 园林 县东宝 包括现在的彰化寺 跟河美 马之上宝 就包括现在的鹿港 湖兴 秀水 跟浦岩 这几个乡镇 所以统计彰化地区 全部共有13个宝 然后八宝镇 是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的八个宝 所以有人把八宝镇 就又称作 施错镇 因为石石板盖的 或者有人因为引用佐水溪的水 叫佐水镇 这个有一些错误的记载 说这个八宝镇跟台南的通乐镇 新竹的农恩镇 并称台湾三大骨碑镇 这是个错误的 因为台湾并没有所谓的通乐镇 应该讲是嘉义的道将镇 不晓得谁 把他抄来抄去就抄错了 在清朝时期 八宝镇的产权 是属于施氏榜家族 这个施长林三号所拥有的 但到了这个甲午战争以后 割浪台湾给日本 在1897年 就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制征收 就改为工有的 但是这个工有的是用水利会的模式 来这个掌控的 然后最后把他并入台中州公共批证联合会 那变成一个社团法人 这个日本人呢 就找了孤显龙 来担任这个所谓的 这个公共批证联合会的这个镇长 他当时称之后 镇水镇的镇当成镇长 因为孤显龙是当时被称为 台湾第一亲日的人士 还有其他的新竹的龙恩镇 是王世杰在开墾的 当时叫竹茜社 新竹当时叫竹茜社 这个他是从这个投钱溪的上游 叫九穹林溪 引水的 开澡正道 1715年动工 1725年在完工 也长达十年 灌溉面积只有四百甲 因为新竹多三嘛 后来因为政权就是水镇的权力 还有镇道旁边的田地 因为这个王世杰 他本来是郑成功的士兵 没有被遣返回大陆 那他是金门人 所以他在盖这个水镇的时候 开墾的时候资金不足 那么就跟当时的清政府的 这个军队借钱 因为清政府的军队 那个清朝皇帝有特别拨一些 退休啊或等等的待遇的钱 然后这个钱经常就借给民间做投资用 清政府也鼓励这些军队把钱来做开墾使用 那开墾了以后就可以分到田地 那也分到了一些水镇的权力 所以啊 这个王世杰所开墾的水镇啊 因为跟这个受到清政府的奖励啊 所以又称作隆恩镇 那旁边分到了田地 又称隆恩田 这个隆恩镇的水权 跟隆恩田的田父啊田猪 后来就归由清政府驻军在台湾的军队来收取 然后到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时候 就被日本人没收为公共批证 其他的所谓的台南的 我们刚刚讲过有个古镇叫通乐镇 我们骗查文献 包括连横伊能家举的资料 都没有这个通乐镇的记载 那很明显的 是有人把嘉义的倒降镇 或者倒乐镇 物质 物质成通乐镇 把倒写成通 看成通 弄错了 不过这个当时嘉义 在日本时代 是属于台南州来管辖的 所以有人把台南跟嘉义就混在一起了 这是台湾史上很多人 不求讨论细节所造成的结果 相传因为当时传说在1687年 施郎就是负责清军攻台的总司令 在嘉义水上 水上香 引巴掌溪的溪水灌溉 嘉义地区有462甲农地的皮镇 把这个称为将军镇 其实这个将军镇原来称作柳仔林镇 因为他是从柳仔林这个地方 引水的 但是在1687年的时候 因为施郎人根本不在台湾 而且施郎所取得在台湾的田地 称作施侯朱田 也不在嘉义水上 嘉义水上以前的名字叫施载林 开替的水镇叫施载林镇 这个镇应该跟施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过因为开沼泽不详 所以我们也没有用开沼泽的名字来取名 那1695年 这个嘉义东石乡的肯户 叫尤利夫 陈日新等人 就在嘉义东石太保 也引这个九穹林面溪的水 这个九穹林面溪 这个溪水开沼了一个水镇 就叫稻勒镇 真的称作稻勒镇 在同一个时间 嘉义太保的肯户 詹利亥 他有开沼了一个逼马脚皮 逼马脚皮 这个是一个水塘 灌溉的除水塘 1715年 朱楼县的支县叫周中轩 他对台湾的水利工程 贡献非常非常之大 他是一个公务员 却主动的开沼水镇 他向清军借农恩淫 就是清政府皇帝 拨给台湾的军队的储备的款项 清政府也鼓励他们贷款给肯户 来建造水利工程 可是现在是支县向军队借钱 然后来开沼水路 灌溉了2938甲的农地 水镇长达67.6公里 被称作猪罗大皮 或者柴头港皮 这个皮郡水路经过的土地 就拨给了台湾的守军 来抵偿 这个农恩淫的贷款的本息 这些土地就称作农恩田 后来转租给农民耕作 那由守军降临来收取田猪 那所以因此称作农恩猪 在同治时期才产生的原因 那后来就把这个江征郡 就是农恩淫所产生的水路 江军镇 就引用到这个 过去大家所开垦的这些水镇上面去 只要借农恩淫 就称作农恩镇或者江军镇 1716年这嘉义 周中宣就把这个 大家所称的江军镇 就扩建为30.7公里的水镇 而且把这个嘉义太保的 詹利亥开垦的匹马脚皮 扩建为长达70.8公里的皮郡 所以这是江军镇 跟这个道乐镇 混在一起就变成道将镇 周中宣他在当这个 这个侏罗县的支县的时候 那广建很多的粮仓 很多的皮镇 而且政绩非常的卓越 调到南京啊 当江陵的支府 然后去世了以后呢 在嘉义的城隍庙 就把周中宣供奉为一个很重要的神职 这个而且把它视为一个道台级的官员啊 所以生前他所盖的皮镇啊 就称作道乐镇 后来被改称道乐镇 那他周中宣同时也有开辟了将军镇啊 或者这个道乐镇 那么就把它合称成什么 道将镇啊 而且合并了原来的匹马脚皮啊 夹走皮啊 灌溉面积总共达到了3056甲啊 原来这个镇有很多的农田啊 就称作农恩田啊 这个周中宣所扩建的将军镇啊 包括了原来的本镇 还有胡子内镇啊 这个歌西辽镇啊 道乐镇也包括了本镇啊 后庄载镇 南镇 柴头港镇 跟土港镇 如果论康熙时代啊 台湾水利工程贡献最大的人啊 当然要属周中宣啊 他在嘉义地区所盖的水利面积啊 占当时啊 这个台湾有水利灌溉面积的45.71% 有这么大 周中宣是谁呢 他是贵州贵阳人 他的主籍是江西奴陵 1696年啊 中了举人 1712年啊 就来担任福建邵武县的支县 那1714年啊 调到台湾府来担任侏罗县的支县 就是嘉义县 1722年担任台湾府的台湾县的支县 台湾县就在台南啊 所以政机斐然啊 这个为民称重 可以说清朝这一代啊 最有名的啊 贤能的官员啊 那因为担任侏罗支县内啊 修造的县城的木柵啊 就是以前台湾的县城没有城墙啊 这个太穷了 他没有税缩 这先盖木柵 而且处罚一个犯罪 这个一个叫无性的共生啊 那这个无性的共生啊 这个因为犯罪被他处罚 无性的共生出钱来建造数十丈的木柵 这是最早的嘉义县城的原型 1724年啊 这个却因为遭巡台监察御史啊 这个监察御史是满洲人叫 这个残济部 他弹劾他 他说你怎么可以加征好谷呢 就是这个无性的共生犯罪 那你怎么可以处罚他出钱来盖木柵呢 这个罪名有点奇怪啊 所以1729年啊 就被福建的总督啊 史以子呢 以贪赃罪行啊 被判处绞刑 但雍正皇帝是很 一个英明的人啊 他说你们这个 循台玉石这么胡搞 你这个福建总督史以子也胡搞 所以雍正皇帝就把他赦免 而且把他升官担任 江陵府 江苏江陵府的知府 不但被判处死刑免刑 无罪 还被升任为南京知府 那最后这个巡台玉石啊 残济部啊被罢官啊 那这个福建总督史以子呢 也被贬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皇帝应不应民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周中仙啊 在台湾任职的期间啊 很积极的向富商跟地主来募款 帮台湾农民啊 开辟了这个批证 那总共有38条以上的水利工程 灌溉了农田的面积啊 遍及台中的马龙潭皮 到台南的乌山头皮 扩大水田面积啊 使台湾岛全部水田化 提高了土地生产力 可以说启动台湾岛第一次的农业革命 周中仙在1714年啊 开辟的乌山头皮 在200年后呢 被日本人八田与一啊 扩建为乌山头水库 周中仙当时动员农民啊 用最原始的力量啊 开凿的震沟不计其数 200年后 也被八田与一啊 利用来扩张为迦南大镇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八田与一啊 盖水库和水镇的经费啊 都是动用日本人的警察 强征农民的稻谷 作为经费而来的 日本政府啊 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周中仙啊 兴建的皮镇啊 的经费啊 都是靠着募款的 而且争取到了福建厦门海关的补助款 清政府没有从台湾的老百姓身上 拿走任何钱 还拨款补助 所以八田与一啊 供水灌溉以后呢 还用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 这个价钱啊 强征农民的稻民来补足他的经费 然后运回日本人供日本人享用 周中仙啊 灌溉以后呢 农民增产的稻民啊 全部由台湾的农民享有啊 所以就吸引了更多的福建人 跟广东人到台湾来开垦 称为台湾本省人的祖先啊 所以现在台湾的老百姓只记得八田与一 不记得周中仙 是非常不对 非常不道德的事 台湾岛最早的皮啊 皮啊 应该是荷兰殖民时期 在1624年啊 就由台南县仁河里的垦户 叫做王友 建造的王友皮是最早的啊 然后台南县的垦户啊 叫王石嫂 所建的石嫂皮 还有台南县仁德文贤里的垦户 叫王参诺 所建的参诺皮 这些最早的镇啊 我们讲的最早的皮啊 最早的皮就是挖了很简单的水路 主要是一个池塘啊 这河南时代所做的 最早的镇就是康熙时期 1705年屏东长治还有林洛的垦户 叫邱永岗啊 所建的爱寮镇 那邱永岗可以说是 开垦台湾的第一位客家人啊 这个皮啊 皮是什么意思 就竹堤截流注水成潭 就是啊 竹了一个堤防把水流截注 然后累积水啦 成为一个潭 这个我们叫做皮 镇是就是饮水灌溉的沟举 我们叫镇啊 然后1684年施朗啊 在高雄凤山啊 也有饮一个叫上书林山的雨水啊 建造有将军皮 那经常有人把嘉义的将军镇 误以为是高雄的将军皮啊 这是个误解 我们刚才提到的 邱永岗啊 他是客家开镇的第一个人 他是福建潮州人啊 因为潮州以前属福建 后来改为广东 潮州的正平人 现在改为广东梅州啊 的一个交领县啊 1697年啊 邱永岗啊 当兵随着清军来台 落脚在台南 他退伍以后跑到台南啊 担任三交行的会计 那被派到屏东开发业务啊 他发现说屏东地区啊 的土地相当的肥沃 就决定啊 要筹支来开垦 所以1699年啊 三交行的老板 卢奎卢 林奇奉 跟李贤林啊 三个人就提供资金 给邱永岗啊 买一下屏东 希拉雅族的分支啊 叫马卡道族啊 阿侯舍的土地 阿侯舍就是现在的屏东市 邱永岗呢 就回到他的家乡 开始招募姓邱的 姓胡的 姓廖姓黄 姓李 姓罗的 这些客家的家族呢 就来台湾开垦 邱永岗的妻子 黄氏 儿子邱仁三 邱义三 也举家来台 所以邱永岗的开垦团 就先在什么 香园树下 就是现在的香阳村 建立了据点 在沿着高平溪北上 开垦城火烧庄 就现在的长治乡 1705年啊 在开挖的火烧镇 又称之后邱永岗镇 后来改名叫爱寮镇 1710年邱永岗 在引用爱寮溪的溪水 从内浦 高雄内浦 屏东内浦的水门乡 水门村 当时叫做大坑瘸 开挖镇锅呢 一直到竹叶庄 那这一条称作竹叶镇 今天称作旧德携镇 他的儿子邱志三 他的孙子邱俊万 也继续开挖出大湖镇 火烧镇 总共灌溉了七百甲的土地 但习惯上 还是称作爱寮镇 他的竹地 他的等于是同族的这个弟弟邱永岳 继续开挖内浦 现在叫新东四庄的水月镇 现在称作新东四镇 不过邱仁山跟邱志三 这个邱永岗的两个儿子 在书镇水镇的时候 遭到了排挖族出草杀害 那所以说开垦台湾岛 也是一个很艰苦而高风险的工作 以上就是台湾四大古镇 跟八大镇的来源的介绍 因为很重要 我们花长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做报告 就台湾由方野变良田 主要的功劳 就是康熙时代的 这些伟大的福建广东移民 所开造的 并不是日本人的功劳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